太多睡了,明晚11點就算了 昨天最後講到 政治分析師表示,黨的派系金錢政治以及鄉下綁莊的行為已經沒有再繼續發生 取代自己是一個新的組織,在改變日本的一星令下更能夠回應漂浮的都市屬民的要求 立法機構顯然成為小傳的浪中脈 就在這個時候,小傳似乎對打仗已經失去興趣 選舉大勝的興奮竟然成為他首上任期的最高潮 很多人期待他運用新贏得的權力 推動他長久以來擁護的法規鬆綁以及刪除支出等的激進計劃 首相本人更加是火上加油,表示即將著手進行柴契意識的聖戰 他在壓倒勝贏得選舉後,在記者會上表示 當時,我們聽到人民贊成結構性改善的聲音 我們不會停止,我們會加把勁 他似乎得到空白的授權去做任何他想做的事 他過了強差人意的一年之後 就換他尋求黨的主席連任 他的人氣意味著他或者可以再等多幾年 但他卻選擇安靜地離開 左翼的政治評論家深田實說 小全的行為透露知識的淺薄 他告訴我,一般看法是小全有遠大的圓景 但在黨內保守派人士的反對下 缺乏政治影響力的落實 小全選舉大勝後的反高潮暗示真實的情況 跟他說的完全相反 小全對反對他的力量宣戰 巧合地提升了他的人氣 深田實這樣說 現在在他的勢力穩固了 反而不懂得怎樣運用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 敏銳的日本政治觀察家 柯蒂也都表達過相同的看法 小全沒有說他的油證文化之後會做些什麼 因為他其實沒有清晰的計劃 他在小全勝選之後沒有多久表示 他會像一隻蠻頭烏鷹一樣 試圖搞清楚怎樣表演他的anchor的歌 結果是沒有任何anchor的歌 小全就好像急流勇退的搖滾巨星一樣離開舞台 不過這方面這個英雄這樣的姿態 還挺符合這位歌舞伎手上的作風 在他任內壯觀的一席是一個不可決的元素 小全退休去欣賞意大利的歌劇 以及一個接著一個的年輕女友 如果八卦雜誌可信的話 大部分的消息純屬猜測 那是一位曾經請小全到高檔餐廳吃飯的企業家 以一種奇怪的精確告訴我 百分之六十的時間 他都在談論新的事情 但事實是 對一位在人民想像中被放得如此大的人物來講 他的私生活卻是鮮為人知 小全保持低調 很少接受採訪或者公開表示看法 儘管手上任內經歷高潮跌起的生活 以及慷慨激昂的慈躁 但他就這樣在人門中的眼前漸漸不消失 剩下只有沉默 小全一離開 他的黨又漸漸固態服務 正治回到他以往不穩定的狀態 那些短靈的後繼者 全部都不具備有去感的領袖美麗 而日本選民漸漸又開始引來黨大佬們 提名一些的蒙寮人選 民眾也都轉而反 轉而反對起小全的新自由派計劃 他所強調的放寬管制和市場的智慧 在2008年的雷曼崩盤之後的幾年後 逐漸沒有再那麼流行 有一些人懷念小全的人和他的領導風格 但顯然沒有很多人想念他的政策 尤其是人們批評他造成貧富差去擴大 和所謂的格差社會 即是不平等社會 據說他的政策令到日本贏家和輸家 狗爭狗的現象更加嚴重 作家騰袁正義十分渴望封建日本的共產價值 他批評小全撕裂社會結構 小全是改革改革改革 他告訴我 但改革當然不是全部都等於進步 有時反而是退步 好 趕著這麼多先 明天再說 來 明天再說